哈喽大家好,我是卡皮耶 今天给大家带来帮我们的最新情报 女途84集,小智拿到了路卡6的梅卡10 获得梅卡10,总得拿出来秀一秀吧 这波女途85集就给了小智这么一个机会 这一次小智将第三次挑战彩斗 之前小智输给了彩斗一次,然后平决一次 但是玩过游戏都知道 彩斗还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王牌 彩斗是加拉地区全关道馆主,擅长格斗属性 设定上是加拉地区所有的馆主都有着天王级别的实力 这也是加拉地区不存在四天王 而是采用排位赛的原因 之前小智和彩斗打了两次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第三次,彩斗终于拿出了最后的王牌 超级计划的母怪力 拉着非常凶猛的对手 原本我以为小智会使用超级计划的梗鬼 去对战超级计划的母怪力 但是编剧直接来了一个游戏中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决 梅卡进化对抗级计划 小智的梅卡路卡溜对上超级计划是不利的 有着刚熟性的路卡溜 面对格斗系的怪力需要承受克制的伤害 不过小智作为另一属性大师 加上路卡溜还会骑死回胜 这个血量越少,伤害越高的大招 总而来说赢下来不是问题 根据情报 彩斗其他两只爆梦是摔跤鹰和八爪武士 小智这边确定是用路卡溜、皮卡丘 还有一只暂时不知道 我猜测是葱油鞭 之前葱油鞭被彩斗的摔跤鹰击板 这次必须复仇回来 总之小智的这场复仇战肯定是能赢的 历代禁敌来看,只有爱南小智一次都没赢过 但这次和X1也不一样 小智这回的目标可是大师球级别的丹地 如果高级球的彩斗都打不过 那后面的排位赛还怎么写呢